这又是一个在拉萨流浪人的故事 七女子三 以前是上市公司的老板 现在在拉萨洗盘子了 一人一车浪迹田 你好你好 小明 你这是生意失败来西藏的吗 对呀 每个人来西藏不是生意失败 就是感情的问题 你这是双重是吧 双重打击了 能不能聊聊你的故事 可以呀 三四年前我还是一个上市公司的区域经理 上市公司 也不甘于平凡 就直接搞了一个餐厅 又跟朋友又搞了一个比较大的公司 后来的话公司就给朋友 骗了我350万 骗了 就把这个钱卷走了 门市广东哪里的 广东交庆 就是生意失败然后就离婚了 对 负责累累了嘛 负责累累那有没有孩子啊 有啊 孩子跟你还是跟你亲戚啊 跟他走了 那你后面过了多久啊 现在是什么感受啊 现在已经三四年了三年多了 三四年所以你出来旅行了多久啊 我八月六号过来了 我当时我就熬了几年嘛 这个人的精神都已经崩溃了 就想着去外面走走 我都没有钱了 带着三千块钱 就来到了西藏 带着我就带了差不多两个月 现在在做什么 现在的话就 之前过来的一路过来就称饭过来的 称饭过来的 对 商市公司的那个现在都称饭了 对我现在在这边的营地的话 都是人家叫我称饭小明啊 哦称饭小明啊 然后现在的话就去一个老师 一个餐厅里面去洗洗碗啊 叫做服务员啊用了洗盘子去了 对没办法为了两顿饭是吧 现在这么惨 那你以前辉煌的时候 三十岁就赚到钱了是吧 我二十七八就赚到钱了 我三十岁的时候 我就拥有宝马有奔旗 是五六十万的 我三十三三十四岁的时候 我都拥有两三套房子的 广东两三套房子啊 那可值钱了 几百万吧 那后面就是 做生意失败房子车子 老婆孩子全部都没有了 全部切几房子 还有店铺公司变卖了 以后还欠差不多两百万 还差两百万 那你这现在洗盘子也赚不了钱啊 那没办法是吧 维持生活现在 生存傻来生吧 那你现在还是负债多少啊 现在负债四五十万左右吧 之前的话可能精神都崩溃了 现在有没有好一些 好啊 我在广东的话 基本上每天晚上都睡不着 一个大床我睡不着 现在的话无论是睡帐篷也可以 睡在街上也可以睡得着 现在闪开了 一般都是声音失败 气力止善的话都抑郁了 现在是很多很多抑郁的 来到西藏 现在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精神的财富 然后也交了很多朋友是吧 对 现在帮人洗都完也挺开心的 这个看开了 看开就好 那有没有觉得你以前混得那么好 现在混得那么差 有种思路感 有觉得不能见人的那种感觉 有时候还是会有的 但是还是要面对吧 我觉得你你差不多已经走出来了 我给你拍的时候 你能说出你自己的故事是吧 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会跑到拉萨这边来打工啊 就在抖音收到西藏不是有句话吗 起升币加318 最远的地方就去看看外面的时间 来了以后是因为3000块钱用完了 所以去上班了吗 对 你是那个抑郁的小民吗 应该不是吧 不是啊 之前有个五岁上阿姨跟那个小民啊 然后后面抑郁了 你估计的话这个声音失败七里之下 跟抑郁的话估计也有吧 抑郁 他那种是什么感觉 就 不想接近人吧 不想跟别人聊天 就躲在房间抽烟喝酒 这种 就是与世隔绝的那种 就是不想与别人接触 出来三星以后 大家就 就会交朋友 慢慢的就会好多了 很多 我在路上也碰到很多啊 抑郁的上次有个大理的 那个 那个男孩子抑郁了 都是跳楼啊 什么的 自杀什么的 后面出来走走 然后也就好了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钱嘛 但是我觉得慢慢赚就好了 只要够用 如果想赚钱 其实运气好的时候 几年就发财了 就没有什么就是亏了 怎么可以慢慢去还 只要人健健康康的 然后什么都好 没有聘 没有栽的嘛 都好多了 是吧 我觉得你现在收获挺大的 现在你没有天天去赚钱了 然后出来浪迹天涯 然后交朋友 虽然有点负债嘛 但是心情好自由的 想干啥就干啥 是吧 所以这种心态 就好多了 祝你从那个阴影中走出来 祝你路上找到真爱 祝你自媒体越做越好 祝你后面赚到钱了 把账还完 好 谢谢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本故事 每个人都会受伤 每个人都会有经历 大家都是不容易的 谁没有受过伤 是不是 谁没有被骗过 谁没有亏过钱 其实都是一样的 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大家都失败过 主要是看每个人的出事心态吧 知足常乐 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现实 你没有钱了 公司破产了 然后老婆孩子都没有了 大家都是这样的故事 但是都受伤 都不容易 我也是受伤的人 我也曾经抑郁过 至少我现在过得很开心 我以后再也不会不开心了 谢谢大家关注